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话说韶州刺史为巨 向惠能请教 一个人的命运能不能逃得了 躲得掉 惠能告诉他 当然能 向由心生命有己造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无心鸣心 若求必得 大事 孟子提过 求起来能够得到的 必须是自己做得到的事情 道德仁义 能够力行自求 功名富贵 需带他人的赏识 如何能求得到 威士君 孟子的话并没有错 是你未能深入去了解 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从心而腻 感无不通 人只要能从内心自求 力行仁义道德 自然就会赢得他人的敬重 而引来身外的功名富贵 惠能解释得非常精妙 他引导人往内看 去寻找隐藏在个人内在的潜力 而不是导向不可知的外力 是向内完成 不是向外获得 内随愿 外随缘 才能自在随愿 这正是佛法的特征 人们常说命中注定 可这个操纵命运的主宰是谁呢 是自己呀 人虽然是命运的主人翁 却常常被命运所戏弄 因为他走不出被命所运的阴霾 自古来人都说命中注定 都以为命有定数不可更 长日礼 东奔西走 去算命 迷茫茫 求神问不测记行 其不知命运都是自操纹 自操纹 即行活佛都是自自造成 命运取决于行为和行行 靠旁人被刺算怎能说清 只会认负得隐缘不知尽 不知会少得行越勇越穷 名词里就应该勇于造名 作为一个平常人 我们都有那颗胡思乱想的意识心 既然有这一刻也不停地往心在 那就要被阴阳气数所束缚 就要有数 虽然说数一定有 但也只有平常人才能被数所束缚住 极善的人和极恶的人 数都拘他不住 因为极善的人 尽管他命理注定要吃苦 可他做了大善事 这大善事的力量 能使他的苦变成乐 贫贱短命变成富贵长寿 相反的 一个极恶的人 他本来命理注定要享福 可是他做了极大的恶事 这大恶事的力量 就会使他福变成祸 富贵长寿变成贫贱短命 过去有个传统的古词小段 叫罗城算卦 有些民间老义人经常演唱 那上面说的是 大唐无敌将军罗城 曾经让善推会算的徐茂公 给他测过命运 徐茂公算他少年得志 名扬天下 享受富贵荣华 寿命到73岁 罗城一听样样算得准 很高兴 把徐茂公给他吓得断雨 一一记在心里 后来罗城23岁那年 在长安城的大街上 他遇着一位老先生 摆摊算卦 这老先生先锋道骨 气质不俗 罗城觉得挺上眼 尤其老先生的口气 也特别大 说他大算一卦五十两 小算一卦十两零三钱 要有一卦算不对 分文不取 倒找钱 罗城觉得挺新鲜 抱上自己的生辰八字 让老先生给他算算命运 老先生给他一算 从小到大 样样都对 罗城心里非常佩服 最后让老先生 给他算算寿命 老先生说 我不能给你算寿命 因为寿命是活的 有机有损 我算得好还可以 万一算不好 我怕你翻脸 罗城说 您放心 只要您实言相告 我绝不翻脸 经罗城再三请求 老先生才给他算 算完了告诉他 说罗城的寿命是二十三岁 罗城当时急了 能不急吗 他眼下就二十三岁了 那罗城是何须人也 十四岁夜打登州 枪挑十八国 扬州多状元 本是大着呢 号称无敌大将军 当年连靠山王老杨林 听到他的名字 都害怕得不得了 逢罗不战 逢罗不斗 罗城甩甩枪杆子 杨林兵退四十里 罗城跺跺脚 杨林拉西六个月 在隋末唐出群雄争霸 猛将备出的时候 论武艺比力量 罗城是天下第七条好汉 这就是说 各顶各的交锋 天下只有六个人 能胜了他 这六个人是 第一条好汉李元坝 第二条好汉宇文成都 第三条好汉裴元庆 第四条好汉熊阔海 第五条好汉武云照 第六条好汉武天兮 但这六个人都已经死去了 现在就连能跟罗城挂上茬的 第八条好汉杨林 第九条好汉新闻礼 第十条好汉上师徒 都已经不在人世 所以今日的罗城 那可真是名副七十的 无敌大将军 您想啊 他能在乎谁呀 一般来说 凡是人才都很傲慢 都有脾气 不好驾驭 更何况是罗城这样的人才呢 那能没脾气吗 他一听老先生说 他马上到寿了 历时火起 苍朗一生 拔愁 宝剑 罗城他一怒 把宝剑 摇牙切齿 两眼瞪远 宝剑一挥 寒光山沙 大汗 知彼老先生 眼后见 徐军师早已给我算 他算我杨寿 七十三 你竟敢胡言 讲我偏 咒我短售 不过今年 你睁大狗眼 看一看 俺无敌将军 不可瞒 你为何说我 寿命多汗 马上把缘由 说一番 倘若你说错 一点点 我叫你 剑虾丧黄尘 老先生的胆挺大 面对罗城的宝剑 他一点没害怕 不慌不忙 把事情的真相 对罗城讲了出来 说你原本是 七十三岁的寿命 可是因为你做了恶事 损受了 你当初做响马的时候 伤了许多的人命 胡金禅 王金额二位小姐 对你一片痴情 可是你却害死了他们 当今圣上 对你恩宠有加 你却目无君王 暗睡龙床 犯下了欺君之罪 你的表兄秦淑宝 与你传枪递检 你暗中藏奸 留下你罗家 回马枪的绝技 没有交给他 你与善雄信 乃是结拜的兄弟 你不念结拜之情 回马枪 挑死善雄信 让瓦刚寨的众位弟兄 如此的寒心 这五样大恶事 损去你的阳寿五十年 所以你只剩下二十三岁 你死还不在本地死 你得死到北国 被乱箭射死 罗城一听 傻眼了 老先生说的话 那是事实啊 一点都没冤枉他 他都做过 此时啊 他那怒气傲气全没了 剩下的只是追悔莫及 他当即就给老先生跪下了 求老先生给他添寿 老先生哪有那本事啊 不过啊 这老先生挺有招 他往罗城的身后一指 说你看 那边来那个人 能给你添寿 罗城信以为真 急忙回头往身后瞅 这老先生借机赶快就溜走了 罗城看了半天没有人 转脸再一看 老先生没影了 地上留下一张字条 上写着 他是徐茂公的师父 罗城一看目瞪口呆呀 怪不得他的挂技如此精深 那徐茂公的挂技就够高了 他的师父那就更厉害了 后来塞北刘黑榻造反范边 罗城奉命出征 建成和元吉想暗害他 不给他开城门 让他仍困马伐去征战 致使罗城中了埋伏 被敌人乱箭射死 死得非常惨 这就是作恶事 把长寿变为短寿的例子 大唐有位八卦大家李春风 大家听过这个名字吧 那可是位艺学高手 卦技非常精湛 一般人断卦 只从卦象上来判断 可是李春风 能透过卦象深究七里 他能凭着一里来断卦 这一点很难 有一次 皇上把朝中的预测高手 都请到护城河边的城楼上 命人把黑红两匹马 赶入河中 问他们 说你们测一测 哪匹马先上来 大家根据皇上问卦的时间 起得了梨卦 梨卦就是梨为火 火是红色 所以大家一致说 红马先上 唯独李春风 他说黑马先上 果然黑马先上来了 众人问李春风 为什么是这么断法 李春风说 火未燃 烟先发 烟是黑色 所以黑马先上 您想想 就挂技这么精湛的一位高手 也有算不准的时候 不是他算不准 是人家改变了命运 他曾经给一个出家的小沙迷 测过挂 说那小沙迷只有半个月的寿命 半个月以后他就会暴病而亡 他把小沙迷短瘦的情况 告诉给小沙迷的师父 老和尚也早就观察出小沙迷有短瘦的迹象 一听李春风这么一说 老和尚就担忧了 万一这小沙迷死在寺院当中 他的父母必然悲伤过度 而毁谤佛法 社会大众也会误解 还出家呢 好好的孩子 愣死在寺院里了 老和尚慈悲 不想让社会大众误解佛法 毁谤佛法而造孽 他就想让小沙迷回家 也是希望小沙迷 在最后的时间里 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能和家人团聚 他告诉小沙迷 说你回家待半个月 在父母面前尽孝半个月之后 你再回来 小沙迷信以为真 离开寺院 奔家中走去 走到半路上 遇见了瓢泼大雨 一群蚂蚁被冲坏了巢穴 命在垂危 小沙迷动了侧眼之心 冒雨八土蝶坝 救了许多蚂蚁的命啊 这小沙迷这一念真诚之善 积下了阴德 便短寿为长寿 活了七十多岁 李春风因此而醒悟 同时他也对佛法产生了极大的恭敬心 因为佛法讲究的是住行无常 也就是说 什么东西都在发展 都在运动 都在变化 人的命运也天天都在变呢 你怎么能够预言它 怎么能够以一种定式的语言 来给它下结论呢 那只能代表你胆大 这就是做好事 变短寿为长寿的例子 古书上记载 有个叫王佑的人 年纪轻轻 就得了一种无法医治的怪病 所有的大夫都说他不久于人世 王佑非常的沮丧 有一次他遇见一个过路的老者 告诉他 说你敬老得老 那意思是说 你尊敬所有的老人 你到晚年也有人尊敬你 王佑听后深信不疑 就准备了一个拜店 放到自家门前 凡是有经过的老人 他都先跪拜磕头后问安 然后又送上热水 又给老人家指点路途 长此以往 他的善事坐下来 怪病好了 身体健康了 还娶妻生子 儿孙满堂 活了九十多岁 高寿而终 告诉大家 不光这命运能改变 就连人的相貌美丑都能变 我说这个变 可不是到美容院去手术 去整容 那是破坏大自然 那去皱龙鼻割眼皮 弄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那没意思 我说这个变呢 是改变心态 有许多古人通过自己的善行 转眉浮相为有浮相 转短寿相为长寿相 现在有一些承传古圣先贤教育的老师们 也把自己的相貌变化得特别明显 因为他以古圣先贤为榜样 净化心灵提升道德 使自己的相貌越变越庄严 越变越好看 越慈善 所以说真正会美懂美的人 不用上美容院 美化自己的心灵就好了 因为相由心生啊 不信您看看 您周围一定有这样的人 他原本长得挺好看 可是后来 由于生活的艰辛情绪的恶化 他的相貌就变丑了 让人越看越不舒服 这叫新时日影响相貌啊 女同胞们 你们要想漂亮年轻 千万别发脾气 要懂得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要感激伤害你的人 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 感激欺骗你的人 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 感激绊倒你的人 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 如果你能实时存着 这份感恩的心 心存善念 口说善言 身做善事 你就会越变越好看 如果你能把这份感恩的心 这份善心 再提升 再扩展 去关爱你周围的一切众生 那你就会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漂亮 一样年轻 请相信 我说的绝对是真话 不瞒大家 我就非常喜欢一经八卦 也曾经运用这门学问 给人家测过卦 今天这段书 我把自己的八卦碗都砸了 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 要认识命运 改造命运 不要迷信命运 整天东奔西走 去算卦 去测命 花那钱没用 因为命是无定论 更不要在乎什么风水好不好 我告诉大家 这风水也不固定 这其中的奥妙 在下回再聊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若尘埃 六组 为难